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32万到底是亏是状 大家好我是老蒋 这是我们前段时间花32万买了一根木头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终于把它拉回来了 这根木头从这个表皮来看 它的花板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唯一的赌心就是要看它这个花板能吃多生 那正常情况像这种花板 我们只要能切出三块板就已经可以保本了 现在我们把它切开看一下 看运气怎么样 为了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我们先把树皮冲干净 当时买这个料的时候 它这个这边树皮是压的底下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腐烂了 底下这个花板是看不到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边这个面 这边的花板明显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根树 也是捡了一个大漏的 好 现在我们准备上锯台 这个木头目前还有二十几吨 所以我们的插车推起来都相当费力 如果有几个网友在前面稍微抬一下 可能会轻松很多 好 现在我们开始切第一刀 首先要把树皮切掉 来看一下里面的花纹 看起来花纹还可以 说明我们这个面是没有选错 那剩下的就只能碰运气 看这个花纹能吃多深了 好 现在我们切第二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底下会有一块好板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从大家的表情中 我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这里都穿进来了 要换面了 换一个面 才剧了两刀 树青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只能给它换一个面 再碰碰运气 这边有一块板 其实这块板的花纹还可以的 由于上个面已经巨杂了 所以这个面不能再钓以轻心 老师傅认真研究以后表示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抛开事实不讲 这个木头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关键 听完师傅的分析 我立马感觉十翘已经通了九翘 再上来十公分吧 上来十公分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继续开料 由于这个面的树皮凹凸不平 所以我们要多切几刀 才能把这个没用的树皮切掉 这块比较花纹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能用来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有没有惊喜 花纹看起来跟上个面差不多 那我们又可以赌一下运气了 继续往下切 看看今年过年是吃猪肉还是吃猪草 我们再切完这一刀 那树皮凹槽的部分就已经切完了 如果这一刀下去还有这么好的花纹 那就妥妥的撞了 圈了 圈了 这边这块板没了 这边缓到还有 还在这样打的 把这一块打的直接打下去 现在老师傅拿这根木头也没有办法了 上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树 还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暂时先把它放到一边 改天再研究怎么锯 我们先从里面挑一块最好的板 磨出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好 现在我们这块板已经打磨好了 这个应该是整棵树里面花纹最好的一块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是亏是状啊 哇 这个浓胆纹 你们有空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 这个刷浓胆纹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纵向丝滑 我们这个给它刷的是一个清漆 可以增加它的亮度 等这个漆干了以后 我们把它整套摆上 再看一下整体效果怎么样 最后我们再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龙档纹的魅力 看到这个效果 大家觉得我们今年过年是应该吃猪肉还是吃猪草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麻烦给老奖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